卓西乡公所办公大楼落成启用 这个月刚好满一周年 而公所在一个月一次的升旗典礼上 也举办了启用周年的感恩活动 邀请到各村村长还有部落事务组长代表会一起来参加 同时也邀请促成这项办公大楼最大工程 也就是前任乡长吕碧贤出席 场面非常文心 布农族语的拍首歌 配上简单的舞蹈动作 为卓西乡公所启用满周年感恩活动解台序幕 这是卓西乡公所一个月一次的升旗典礼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11月也是乡公所办公大楼落成启用一年 特别举行的感恩活动 把这样一个庄严的日子 跟我们的升旗典礼放在一起 那所以没有扩大启用 但是因为跟升旗典礼在一起 我们就更不能忘记这么一周年的日子 感谢在我的人生的后半里面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像父亲一样的栽培我 让我有这个机会 今天拿这个麦克风 与家人们有这样的一个 盐分 厢长也在活动当中 特别感念一顾的前任农业客长高荣生 在办公大楼初期计划当中 协助很多比较难协调的土地 以及各种问题 特别感谢他的辛劳 另外一位大工程就是前任厢长吕立贤 也来到启用一周年的活动当中 跟同仁同乐 我们是何等的 有这样的福分 能够在新的办公大楼服务 非常好 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赞美 上帝好不好 我们来到达高 办公大楼启动满一周年 虽然没有办理盛大的庆祝活动 不过在公所同仁 以及各村长事务组长等人 一起在美妙的歌声温馨度过 继续迎接新的任务 也继续为民服务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